所以我們看完了 就是主動安全的部分 其實被動安全 剛才小葉也有提到了 所謂的SRS的輔助氣囊 那我們來盤點一下 其實現在市面上呢 幾乎就是六胺起跳了 就是六顆氣囊起跳了 但是變成兩顆氣囊 變成這我剛剛講的 是西式珍寶了 我們到底呢 市場上有哪些孩子 有配備兩氣囊的車款呢 我們剛好看這個表 大家如果真的注重安全的車 安全的消費者要買車錢 絕對要先把這個表記起來 這些表都是像上面寫的 它只有兩顆氣囊 對 所以就是說 它只有正駕駛前面 跟副駕駛前面的兩顆氣囊 而且有幾個車型呢 像比如像是Cole Plus 還有Levina跟March 它是全車系都是雙氣囊而已 不是說在入門才是雙氣囊啊 對 其他有些車型它可能只有在入門的 比較經濟型的選擇它是雙氣囊 而且我剛才點出這三款車 它其實也沒有ESP 對啊 所以這些車款大家要 如果說當然如果你覺得你的開車技術很賢俗 你的運氣很好 沒有燒香拜拜了 對 你的買車的可能 你的成本沒有這麼高 那可能就死了 你可以選那幾個車款 當然價格上會比較好 就是會比較平易競爭一點 不過呢 說到雙氣囊 要跟大家解釋的是 其實我們的法規並沒有強制規定 車輛一定要搭載雙氣囊 我們是沒有這樣子的法規的 法規沒有規定嗎 它不是有基本的規定是一定要雙氣囊起跳 它其實是在2010年的時候有宣布說 你的車輛要裝載前面的防護裝置 它沒有說你要怎樣的防護裝置 你只要可以通過我們 比如說時速56公里的撞擊就OK了 對 你要裝什麼沒有 我不管你 反正你就是要可以通過這個測試就好 所以基本上大家就先從雙氣囊開始裝起 那我們最後呢 就是請四位專家 跟大家來分享一下他們心目中 認為在百萬之內的 認為自己在最喜歡的像性價比上面 甚至於CP值最高的 而且是非常安全的車款有哪些 那我們就請乃哥先講好了 我挑這個 我相信很多人大概都會嚇一跳 我想挑Outlander 但是不是雙氣囊版 我可能會挑89萬9 這個最基本有ACC 然後有該有的主被動都有的 其實原因很簡單 我在乎的應該是說 它是你要去照顧它是容易的 然後好開實用 所以價格也不貴 然後加上國產車 它有它的優勢在 那該有的都有 那我個人認為 Outlander是一個很好的選擇 我覺得其實大部分人 所以Outlander為什麼會賣得也還不錯 對不對 對 行也好看 然後空間安全 安靜 對 好維修 對 而且二手架上面其實也還不錯 那鄭傑你呢 我的答案有點偷機 我會選CRV的VTIS 雖然它的定價是103萬 超過你設定的百萬門檻 但是你去跟業務好好的講一講 也許有機會金100 喔 真的嗎 我不敢確定 不是我說的 就是說有機會 還多3萬而已嘛 100萬都花了 因為為什麼選它呢 因為它有Handa Sensing 像角色器標配 那Handa Sensing就不只是像67囊 像ESP這些東西了 甚至像是所謂半自動駕駛輔助 像是車道便宜控制 像ACC這些都有 所以我會選它 喔 CRV真的是不錯的選擇 那麥斯你呢 就我來講的話 我還是會講 我還是會跟之前一樣 我可能會選擇像Skoda系列的車子 因為我知道就是說 它畢竟是整個VAG集團 那它又符合這個歐盟的一些撞擊測試來講 加上它一個很重要的零件 重點就是它的很多零件 其實是跟其他的兄弟車是共用的 我覺得這個對於後續維修來講 車主也可以比較省下 比較多一點點的成本 而且我用比較少的價格 可以買到可能是 配成超值的車款 那小燕你呢 因為我們剛才一路聊一下 其實都聊一些車子比較大的車型 對嘛 可是因為我們都知道 對於很多講到80萬以內 100萬以內來說 很多消費者 他們其實都是首購組 或是小資組 都是年輕人 對於車輛的要求 或是車輛的駕駛技術 可能沒有這麼顯熟 他可能希望比較小一點的車 所以如果是小一點的車去思考 我會推薦最近剛發表一台 就是KIA的PICANTO 我覺得它很厲害的是 它其實有蠻多車型 可是它 不到50萬 對 它不到50萬 就有6顆器材 就有ESP 覺得它有相當多的主動安全系統 雖然說它沒有ACC AEB 可是很多人開這種車型的 它可能都在都市裡 它可能開場主機會沒有這麼高 它可能不一定需要用到這種 主動式的電速進行系統 所以真的要我推薦的話 我真的覺得年輕人開這台車 安全操控又靈活 或許是一個還不錯的選擇 所以其實PICANTO一推出之後 這個震撼的價格 讓它的訂單應該也多